我们放学了 一起来玩吧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我们放学了的节目 我是溜溜球 这里是小朋友们最最开心的Happy Land 好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来讲什么呢 我们来讲一讲东京奥运会吧 真的是可喜可贺 东京奥运会呢终于圆满的落幕了 其实早前呢大家都非常的担心说 东京奥运会这一次能不能够顺利的举行呢 虽然当中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插曲 但是最后呢 好在还是落幕了 真是可喜可贺 而且呢很多国家的运动选手呢 在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之下呢 依然是拿出了他们的实力取得了好成绩 最后呢我们也很自豪 美国队呢获得了第一名 这个中国队呢获得了第二名 对我们的华语电视小主播来说呢 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OK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奥运吧 相信这短短的这个奥运赛事的时间里呢 很多精彩的瞬间 小朋友们呢一定有自己最喜欢的奥运队伍 最喜欢的奥运项目 和最最崇拜的奥运选手 所以今天呢小主播聊奥运 一起去听一听吧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安卓运 今天今天你们刚刚看到我做的那个动作 应该知道我要分享什么了吧 应该知道了吧 就是 哦 那是我奥运匹克最喜欢的category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奥运匹克的women's 他是3月9号升的2003年 我很喜欢孙尼利是因为他 是因为他今年得到了一个all around goal 他all around得到了一个第一名奖 然后我喜欢Simon Biles 是因为他做了一个 没有一个gymnist能做到的一个pose 然后那个pose就叫thebiles thebiles有很难的动作 像两个backflip 然后一个turn in the air 为什么孙尼利今天得到第一名all around the individual呢 是因为Simon Biles今年不能参加individuals individuals就是一个 一个americangymnastic一个一个来参加一个比赛 Simon Biles不能参加是因为第一他deal with twisties twisties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一个gymnist 他在翻他在空气里翻的时候呢 他记不得他在哪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很confused 忘记了 然后呢 他land的时候 有时有时候他会伤到他自己 这个问题 twisties需要两天 两天解决 可是最不好的就是两个星期解决 所以 Simon Biles今年就不能参加individuals 所以孙尼利就让他takeover了 奥英匹克的五环代表什么呢 奥英匹克的五环代表我们五大洲 Amerika Asia Asia Europe 和Oceania 这些都是所有的奥英匹克的athletes 从哪里来的 我以前都不喜欢看奥英匹克 可是我听说有gymnastic在里面的时候呢 我十分高兴 然后呢 我就一直逼着我妈妈和爸爸让我看 然后最后让我看了 我就觉得哇这些人好精彩啊 好厉害啊 可是我妈妈有点不喜欢 是因为如果我如果我还做gymnastic的话 我应该早就去 我应该会 我应该长大一点的时候就会参加 可是我现在不做了 所以太危险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 你们最喜欢的奥英匹克的category是什么 快点告诉我吧 再见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 Isabella 欢迎来到小主播谈奥运特别节目 四年一度的夏季奥运会2020 因为疫情的影响 虽然姗姗来迟 但是终于在2021年7月23日 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幕了 奥运会为期11天 共有206个国家 11,326位运动员参加各项比赛 其中网球比赛是我最喜欢的 奥运会网球是在1896年 西拉雅举行的第一届 奥运会成为唯一的球类比赛 但只允许男子参加 女子丹达直到1990年 才列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作为大小Williams的粉丝 我非常喜欢观看网球比赛 虽然我自己 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打网球 因为我非常喜欢在球场上奔跑 然后享受打球的快乐 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的偶像小Williams不能参加比赛 虽然有些遗憾 但是仍然有来自96个国家和地区 共194名选手 将进行为79天的比赛 尽管有不少网球好手 因新冠疫情未能参赛 但本届奥运会的网球赛 仍然是星光异异 谢谢你的收看再见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Dora Wu 最近大家关注最多的 应该就是冬季奥运会了吧 冬季奥运会于2021年7月23日到8月8日 是在日本兜机举行 是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大家知道吗 奥林匹克运动会起源于古希腊 因为在奥林匹克举办的就叫这个名字 传说古代奥运会是Zeus创造的呢 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是1896年 在希腊阿芬斯举办的 每4年举办一次 到现在已经举办32届了 正好是暑假 最近我在家都特别喜欢 跟爸妈一起看奥运会的比赛 这些比赛项目都非常精彩 我最喜欢看的是游泳 跳水 乒乓球 还有女排比赛 运动员都很不容易 都要经历真苦的训练 才有机会站在领奖台上 我最喜欢的运动员 是在这次冬季奥运会上 拿到第一块金牌的小姑娘杨倩 杨倩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决赛中 拿到了冠军 更是以251.8环的成绩 创造了新的奥运会记录 这个小姐姐今年才21岁 她设计真的很稳很准 而且她还是中国清华大学的学霸 这次决赛场上 杨倩倩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沉稳自信 最后一向反常对手拿下冠军 比赛很紧张 看着我心脏喷喷跳 我喜欢她的努力和坚持 更稀少她不怕困难 勇以拼搏的态度 真的体现了更快 更高更强的奥运机身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华尔电视小主播杜成润 我今年9岁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 一个很厉害的 奥运跳水旋手 叫 陈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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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表现让我很surprised 他今年14岁 就拿到了金牌了 很厉害 他 很多跳水之绪都有拿到满分 他的水花也 他跳的时候水花也非常少 我很喜欢看他的比赛 奥运让我学到 不能放弃 然后 需要一直努力才可以 小朋友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吧 拜拜 Chinese teenager Quan Hongchan produced three perfect 10 dives in a dazzling display to win the Olympic women's 10 meters platform gold medal on Thursday Quan at 14 years old the youngest Chinese athlete in Tokyo beat teammate Chen Yuxi into second with a remarkable overall score of 466.20 points the 15-year-old Chen the reigning world champion who had already won gold in the 10 meters synchronized event finished 39.80 points adrift Australia's Melissa Wu was a distant third with 371.40 points Quan was awarded perfect 10 scores from all 7 judges for her second and fourth dives for her fifth effort six judges gave her 10 and won 9.5 but that was still enough for a maximum mark of 96.00 points China have now won six of the seven diving events to be completed so far in Tokyo after taking seven of eight golds in Rio de Janeiro five years ago 大家好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 陈玉玲 欢迎来到今天的特别节目 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一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日本是主办国 有206个国家参与33项比赛 一共有11,669名运动员参赛 产生了339块奖牌 时间是在7月23日开始到8月8日结束 这次奥运会 本来应该在2020年举行 因为COVID-19因此推迟到了今年才举行 大赛的口号是 United by Emotion 大赛的吉祥武是 Miratoa 奥运会起源于公元前776年 古希腊的一种运动和宗教庆典 后来被欧洲的罗马人停办 在1896年第一届新代奥运会 举行在古希腊首都雅典举行 并每四年举行一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没有举行奥运会 这一届的奥运会比赛 我最喜欢的项目是滑板 这项运动在美国的年轻人中很流行 跟我差不多年级的小孩子都喜欢玩滑板 我也喜欢玩滑板 就是我不是很厉害在玩滑板 但是我也喜欢看别人玩滑板 因为很刺激和很大的挑战性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华语电视小组伯伯 Austin 最近大家有看Olympics吗 我最喜欢配音 local 我最喜欢乒乓 我第一次在学校打乒乓艾 我很会把小球打到桌子外面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运动 因为瓦迪用滑板 平革的精神 不怕失败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什么sport 一起来玩吧 欢迎小朋友们在每周五和周六 准时的时间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的节目得非常的更新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奥运赛事 刚才每个小朋友都分享了 自己最喜欢的项目和最喜欢的人 其实呢 六球啊 这次的这个奥运比赛当中呢 也是印象很深刻的是 一个年纪很小的跳水冠军 名字叫做全红蝉 得到了大满贯 关键是呢 他才14岁是第一次参加东京奥运会 我就想到了 其实我们的话 有点是小主播也是 我们的大班的小朋友 小班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综合年龄都很小 可是小小的他们呢 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而且为自己的梦想的愿意去努力 我觉得这个就是奥运精神 来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目标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小主播周报 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小主播新闻周报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莎莎 我是华语电视小主播安吉拉 你们知道吗 我从小就有一个特别伟大的梦想 是什么 说出来听听 我想成为一名太空人 在浩瀚的银河探险遨游 你的这个梦想最近有人帮你实现了 就在上个月布兰森完成了首次太空飞行 啊 那我的梦想该怎么办呢 其实你应该感谢它 听说在未来会有很多人达成这样子的飞机 那我一定努力锻炼身体快快长大 你也还需要好好存钱 一张票就要25万美元呢 今日世界首富杰夫·贝佐斯乘坐蓝色起源旗下的运载火箭 在德克萨斯周升空并安全返回地球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亚轨道飞行 包括贝佐斯在内的四位乘客 在超过65英里的高空一共进行了10分10秒的实重飞行 这会是他们人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他们顺利返回地球 周路以后贝佐斯受到亲朋好友的热烈欢迎 对他来说太空探险实现了他一生的梦想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还包括最年长的和最年轻的航员 82岁的沃里芬克和18岁的奥利弗·戴门 这世纪里查德·布兰森之后的第二次私人太空飞行 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开拓太空旅游和探索新的领域 今天的小主播新闻周报播报完毕 如果想加入我们拨打电话626-321-2372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好了那今天我们放学了的奥运特级 大家是不是很喜欢呢 我们会有两期 所以下周五周六的同一时间 依然是我们奥运的主题 我们这个奥运比赛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是带给我们的这种超越自己挑战自己的奥运精神 是永远都不会结束的 也是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多多的运动 不光是在运动上 其实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要做就要把它做好 这也是奥林匹克的精神 好了这边要告诉大家 如果想出我们华语电视小主播很简单 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626-321-2372 来加入我们就可以了 如果不想做过每一期的节目呢 除了我们周五晚上的4点30分 周六早上的10点到11点 在我们的YouTube SinoTV LA 和我们自己的牛电视 都可以用各种方式观看到我们的节目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 感谢我们所有可爱的大粉丝和小粉丝 OK那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节目的口号 我们放学了 一起来玩吧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